如果連人口四百萬的新北市都顧不好 請問您要如何說服選民 您能管理好一個國家呢 謝謝 好 我想你的問題代刺 沒關係 代刺沒關係 那年輕人有問題代刺 這是很自然的 那我們等一下請市長 好好的來回答這個問題 至於板橋幼兒園事件 我也借這個機會給各位做一個報告 其實在第一個時間 我們接到這樣一個報案以後 我們就馬上啟動報警失望 今天我有在 所有的程序都在這個地方 我們時間完全沒耽誤 因為這個案子 我們要了解這個案子的真相 要用刑事偵查以外 最重要要講求科學驗證的方式 外面很多人用造謠抹黑 說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不是在5月15號塑禮 是在4月份 是1999之前就有報案 我要拜託司法單位 趕快把真相調查出來 如果不出來 光這一段時間 向中央說 我公開的要用檢驗的方式 全民檢驗 後來他又不敢做了 不敢做 新北市就來做吧 那新北市來做 你們相信說新北市來做有沒有違法 預算從而來 預算有預算法 交易有交易的相關的預算的租出辦法 會從這個地方來租出 但是各縣市來他有特別的需要 我們一定會做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 如果各縣市需要新北市做 新北市一定會做 除了這個以外 我也特別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因為這過程當中 有人都刻意用不實的檢驗 因為新北市也有信包括 新北市民地區 … ISSIT … … …